好 我們大會的主席 我們張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常務監事 我們理常務監事 我們總議會長 我們國防兄 還有我們總幹事文龍兄 還有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早安 這兩天的心情 這樣起起伏伏 忐忑不安 失而悲 失而喜 到時候 到時候我這樣忐忑不安 一直到昨天傍晚 因為我們的教育預算 我們整個縣府的總預算 昨天是議會的最後一天 但是一直到昨天下班五點鐘 還沒有審查到過 所以那時候是忐忑不安 我們主席就趕快採取說 晚上繼續加開 那還好在昨天晚上九點半 敲下三堵通過的槌 全縣府的總預算通過了 那通過今年全縣府的總預算 那是被刪除了有八千萬 被刪除八千萬 不過非常幸運 我們教育預算一毛都沒有被賬 但是也不用太高興 因為昨天是縣府總預算 這叫單位預算 現在是實施教育發展基金 所以呢 昨天打過去審 各校的計算沒有審 那個要等到過完新年之後 再繼續審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基金預算 有一些常態性的工作 那些兼費 都可以照常的繼續使用下去 當然也期待說 我們在審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的時候 因為今年的基金 縣府又多了幾項基金嘛 那議會之間有一些工房站 所以稍微有點疊 但是我想應該不會比去年 比今年更慢 今年的整個教育預算 是一直到五月底才通過的 所以我們期待 那其實在這一次的 預算的審查過程當中 我也要拜託各位會長 如果在你們的學校附近 或是你的好朋友是議員的話 特別替我向他們置信 雖然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有時候會有很尖銳的質詢 或者是一些提問 但是我都覺得每一個提問 對我們行政官員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反省的機會 所以我從來不會覺得 今天議員如果比較尖銳的提問 是代表說 對我們不信任不是 而是我們就必須要去說服大眾 我這樣的教育監會 投入到底合不合理 這個錢該不該花 花的會不會太少了一點 會不會多了一點 那這些精子零項功課 都是我們自己行政部門必須要做的 所以在審查一段的這將近一個月當中 我教育處裡面的科長們 真的做得非常辛苦 因為我隨時隨地 甚至一筆三千塊 我都會要求他說出道理 為什麼要用這三千塊 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夠 面對代表我們整廣大民意的議員們 所以我不覺得宜蘭縣的議會 有不理性的地方完全沒有 每一個提問對我們都是一個精進 所以幾點預算的編列 我剛到8月份到9月份開始編列 我還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很多的細節 我相信在明年如果縣長還不嫌棄 還要我繼續當處長 那我們在預算的調整上 會做更精進的一些處理 所以也拜託各位 如果有機會替我轉達 因為差不多四億元 我要撞到頭 沒有一點無費的時間 拜託各位來替我分享這個議事 今年在101年 我們宜蘭縣教育的預算 今年度 今年100年我們是七十三億四千五百萬 明年教育的預算 高達七十九億多 整個佔全線的總預算 今年100年是佔三十七點八百萬 明年總預算 全線的總預算下降大概五六億 但是教育預算多了五億多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昨天在扣除 別的單位被扣除八千多萬 我算一算 明年教育的預算 在全線的總預算超過四十三% 在全中華民國大概沒有的 這裡也代表說 我們林縣長對於整個教育的 這一個區塊的支持 這裡要特別 所以我說昨天從很緊張談特劃 到昨天晚上九點半開完 預算會議就好高興 那剛一高興完之後呢 回家打開手機一看 看到郁澤的簡訊心情也很難過 因為我們痛失了一位 宜蘭縣教育界的大前輩 就是成立村校長 他昨天傍晚五點多已經往生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最近到他家去 跟他上個箱 然後心情一直很不好 可是一回來 一到這個場地 我也很高興 因為看到我們熱愛教育的夥伴 支持教育的夥伴 大家對於我們宜蘭縣的教育 這麼樣的支持跟鼓勵 這也是因為今天縣長 實在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我一定要帶著他 來跟各位致謝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教育這件事情 在過去一直都是在玩家法的遊戲 不斷有新人上來 就不斷加新東西 那其實縣長的全人教育的理念 絕對是最上位的概念 有人在質疑說 吳清亮來接這個處長之後 都不再去提全人教育了 不再去提電量去 我說全人教育 那天縣長的一個施政的總檢討會 我們晚上在開會的時候 我說 我就很公開的說 我說全人教育 這是一個非常上位的概念在那裡 沒有人可以去否定這個概念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這四個多月下來 我沒有加新的東西下來 即便我現在在推動 像我前兩天有宜蘭縣一個網路的公共論壇 在批評我說 我又走回頭路 意思是我在走回頭路 在強調升學主義 其實不是 因為一個孩子的全人教育的過程當中 最基本的是 我們孩子的學習品質有沒有被確保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都是 在建構一些系統化的 把現有的遺憾現的 不管是軟體硬體的這些相關的資源 把它做一個盤整 盤整之後 讓我們的老師 讓我們的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能夠不是玩家法 而是回到學習的核心 那這個核心當中 一個就是確保學習品質 所以我現在在極力在推動 所謂的客製化輔助教學 跟診斷俗方教學 這樣的兩個概念 所以前幾天在彰化出現一個情況 會長我會說不夠了 我兩天還在等人說 彰化不是有一個國中老師 考英文全校80%不及格嗎 結果他再考第二次 結果還是有80%不及格 那這個校長就大大大的在電視上媒體說 各位不要擔心 我們透過公式 只要考25分就及格了 為什麼 25開根號就等於5 5乘以10等於50再加10 就是開根號乘以10再加10 我告訴各位 如果這個校長出現在一樣 他命令不要拉 我一定把你抓下來 完全沒有教學裡面 這樣的老師怎麼可以呢 一個老師的教學 你不知道學生該學什麼 不知道該教他什麼 你也不知道學生學了什麼 你又亂出你的題目來考他 這哪是教育啊 下長還大大大地這樣講 我們可以這種方式解決 那應該除了開根號乘以10加10還不夠 之後還可以做什麼 除2加50 是不是 我一直來做給你們兩個 慢慢變成一個別 是喔 但是那不是對的 那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教育 有一些教育創新的東西在裡頭 那自己很榮幸有機會 到憲福這個團隊裡頭來學習 那也更感謝各位 在基層能夠給我們最大的助力 那我想在這裡 也要代表我們這個信聖福 特別感謝各位 那真的我今天可能談完這個話 各位都這樣報告之後 我大概就得離開 因為今天早上起來翻開我的行程 昨天晚上我不敢看 秘書給我行程 那我做我今天先不看 那早上起來一卡都嚇一跳 我今天總共被排了7個行程 所以接下來11點鐘在黎明國小 有一個頒獎年齡 還有一個南亞醫學的 福建的老人大學參訪團 那這些我都要代表縣政府 過去跟他們致議 所以要請各位見諒 那我會先離開 不過還好 我們跟貴同兄 還有這個東元兄 常常都會保持聯繫 那我朋友臉很大 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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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各位不管我再羅高再移動 各位都給我非常大的支持 那也期待各位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為我們宜蘭的孩子 盡我的年國之力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來營造一個最好的一個學習環境 在這裡再一次表示感謝 也祝我們今天大會順利成功 謝謝